唐議員 惠美質詢時間四十五分鐘 我們最辛苦的大會主席 還有我們更辛苦的我們的施長 各局社的主管 我們電視機前的媒體朋友們 還有電視機前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辛苦了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小英總統 三任以來 八月一號 跟我們原住民道歉 道歉之後呢 也像我們原住民成立了 總統府成立了一個歷史正義 也是轉型正義的一個委員會 來給鄉親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期待 在這個期待當中裡面 到底真正它到底要帶到我們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到底要給我們怎麼樣的一個未來 這都是我們非常期待的一個議題 我們是希望呢就是把過去有很多對我們原住民 不公平的待遇呢 和不可能的任務呢轉為可能 而不要只是一個口號的一個亮點 我是希望能夠達到一個真正的一個法治面 政治面還有一個執行面呢 真正的具體呢來解決我們原住民很多很多的問題跟困難 而很多的問題跟需求呢 我相信只要在這個中央我們的市長 真正的能夠聽到我們原住民的聲音 來真正認真的把我們原住民的問題 很多的問題呢都是在一念之間 很多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我相信在未來的這個公平正義的這個轉型正義呢 這是對我們原住民這個非常大的一個期待 所以呢我在講 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公平正義在哪裡 那我們原住民對於土地的界限呢 是一個非常重視也非常的嚴謹 一旦有人侵葬了之後呢 越界呢就會征戰會匯列人頭的 田裡裡面的藉磚呢 是沒有人會去隨便移動或是去破壞的 那是一個對我們原住民來講是一個禁忌 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呢 從以前就沒有明確的測量或做境界 都延續著日期時代和早期的時代呢 大概用差不多的劃定來去做這個界限的一個面積呢 以前人都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更弱的這個地方呢 用土堆或雷石頭呢作為界限 那現在呢變成這個買賣法拍繼承分割土地等 都要做境界來做一個確定的面積呢 可是呢申請境界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一大堆了 好你們看到了這個 大家所看到的這個線 這就是境界 這個是地震所所畫的境界 來做為這個土地的界點 做了一個界點之後呢 這個買的人呢 他就用鐵絲網圍起來 用了鐵絲網圍起來之後呢 變成大家都很清楚 原來他的地就不是了 那這個大家就看一下齁 剛剛所看到的這個就是 用鐵絲網圍起來之後呢 大家就很清楚 這鐵絲網就在這邊 可是呢大家看得很清楚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地上屋呢 這個農作屋就非常的很清楚 就是說呢 這個原來這個這一塊地 是種植的都是芒果 這個是主人的地 這是另外一個主人的地 剛才畫的界線就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沒有更做的人 是另外一個人的地 這個就是過去的老人家 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地 這個中間呢 作為馬路就變成是作為界線 那現在呢用這個 現在測量之後呢 作為界點了之後呢 就變成買到的人呢 就用這個鐵絲網圍起來 原本這個地主是在這邊 就變成被圍起來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 常常變成一個衛報檔 將來會發生怎麼樣的狀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每次種執行從上任到現在 我都一直把這個議題拋出來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地震局 我們的各區市 我們的市長也能夠很清楚 在我們原住民呢 就是說 原住民最大的問題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個土地管理的問題 政府一定要重視 要小心的來去處理 現在的土地的糾紛呢 常常呢已經造成了我們這個 父母呢 兄弟 大家都能夠已經變成很多的家庭 都變成反目成仇 親戚 親戚朋友呢都呢 甘戈相像 相像 就是趁著這個 我是希望呢 就是趁著這個部落呢 我們還有長輩 我們還有長輩 我們還有長輩可以做證明的時候呢 能不能儘快地做這個地景的重測呢 我們的地震所 你們該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呢 不要拿你們 做地景重測 每一塊地的時候 這個你們的寶貝呢 在我們原鄉是完全不符 我們的土地的那個命機 就剛剛我所說的 本來是 這個地方呢 他們剛剛測了的是這個世界點 很清楚這邊這是一個人的地 然後呢 被法拍了之後 他買的這個人就變成了 明明知道這個世界先生在這邊 法拍了之後呢 用你們的這個寶貝 這個東西呢 變成了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就變成了是這樣 用鐵絲網圍起來 明明是我的地 你們就用鐵絲網圍起來 這對我們來講 原住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諷刺 所以我們在想 趁我們都還在還知道 士林的土地 都知道誰的土地的時候呢 趕快 做這個地景重測 因為我講了太多次了 我不曉得我們地震局呢 會用怎麼樣的方式呢 來去解決我們原鄉的問題 你看嘛很清楚嘛 這個是我們雙邊土地 所堆出來的一個石頭呢 做為我們的界線嘛 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祖先從過去 一直沿用到現在 你看嘛 這個也是一樣很清楚 平地也是一樣啊 那個是剛才是我們上 這個是我們 我們告訴那個地方 也是一樣 他們都是用這個堆石做為界線 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地在哪裡 所以我想要請教我們的地震局的局長 很多的問題我要請教你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啊 境界的時候呢 和地主原始耕種的境界呢 界點都不符合 那到底要怎麼辦 境界的時候呢 原始耕種面積和土地的 藤本都不符合 都不符合 那我們又該怎麼辦 是不是要用採地主實際的面積 還是採用地震局資料面積來去做計算 還有呢我們現在呢 常常第三點比較重要的是 法派的時候呢 上面兩個問題沒有解決 派到別人的土地的時候那怎麼辦 因為是常常因為發生這樣的狀況 也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還有第四項就是在80年 測量過一次 在90年他要蓋農舍的時候 你又再測量 在88年風災之後 你88風災之後 你又再測一測 每次的測量 你三次的測量 都是不一樣 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地震局的局長 這個我剛剛講過了 你們認真的 把我們原住民的這塊土地上 因為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都是農牧用地 這個農牧用地呢 都是在我們的家裡的附近 可以耕種的地方 先把農牧用地這個地方 先起來去做就解決 然後呢做了解決之後呢 林地部分的再說 因為我們農牧用地是我們幾乎 是天天在使用的地方 所以我們地震局 上次都講過了 從上天我講了嘛 我執行了四次了 都答應我要做這個土地測量 要做這個土地的重測 到現在呢連一個消息都沒有 給我們相親一個答案 讓我們很清楚 我們不要為了一塊小小的地 大家都要 兄弟姐妹呢 大家都要為了一塊小小的地 大家都在炒來炒去 你們都已經答應我 有這筆經費 可能到現在已經年底了 從去年說有經費到今年年底的都還沒有用 我希望我們的地震局的局長呢 簡單的說明 或是用塑料的字 塑料的字面 書面呢 給本席 讓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該回答我們鄉親的時候呢 這個土地的問題 我們該怎麼去做解釋 請我們地震局的局長呢簡單的說明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唐妍的一個指教 跟唐妍報告 我們間界的時候 全國一致的 都是以地極土來施策的 以地極土來施策 這個是全國一致 然後第二點 這個 間界的時候 那個如果說 面積啊 跟跟實際跟做面積 我們是間界的時候 是把那個戒指定出來 然後實際使用狀況是雙方 土地所有權之間的一個 使用的一個狀況 黑德營他們之間去寫 請請大家說明 還有第三 你彈眼比較關心的 這個重測的這個問題 這個上一次也已經有提到 那事後呢 因為我們股仲主委 非常非常用心 他為了這個經費的問題 他去向中央的 延民會來爭取預算 也爭取到 有三十萬的一個預算 要來讓我們做這個 重測的部分 那我們是 整個計畫也是 最近要你報 這個國土策劃中心 大概明年初 應該就可以來執行 這樣的一個測量計畫 重測計畫 謝謝 我聽到的是 我所了解的不是 剛剛我們的局長 我所聽到的 我所知道的是 六十萬 為什麼從你口中說是三十萬 而且說是從去年開始 就要做這個地域重測的問題 到現在都還沒做 我是希望 把這個問題很清楚的 明明是六十萬的經費 而不是三十萬的經費 我聽到的是六十萬 我是希望是逐年分段 今年先做茂林 明年做萬三 後年做多 很清楚的這個農務用地 我們就很清楚 林地部分的 那個也是一樣 都是不符合 我不希望你們用你們的那個 寶貝的東西 來用在我們原住民 作為我們的那個 地域重測後的 大家的那個 土地裡 都沒有辦法 很確定的知道 我的地是在哪裡 全部都是不符合 全部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說嘛 趁我們都 我們還在的時候 老人家都還在的時候 趕快做地 這個地域的重測 讓我們很清楚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孩子 很清楚知道 他的界限在哪裡 而不是用你的內心 這些地域重測 你們用你們的那種 寶貝 來用在我們的原住民上 是不符合的 我們絕對是不接受的 請我們的那個 地政局的機長 請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問題 在我們原住民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的議題就是 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開發 原住民的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 這個管理辦法 是依據我們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的第三條的規定 政府為了設定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 政府為了保障原住民的生計 來推行我們原住民行政所來保留 其主要的目的處是要輔導 推動我們原住民 個體或家庭生計的發展 同時呢 也兼顧了我們原住民 整體的生存空間 和民族經濟體的一個發展 所以呢 漢人的朋友呢 是不是可以取得 是不是可以獲得實用 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 在這個我們原住民 依照這個保留地的開發管理辦法的規定 原住民取得保留地的耕作權 土地權 承租或是無產使用權 不得轉任或租用 原則上漢人朋友 是不可 不可能取得 也不可以使用原住民的土地的保留地 這個寫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依照原住民保留地呢 開發管理辦法 第17條的規定呢 就是說我們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呢 所有權後 除了政府指定為特定使用外呢 其餘的承受人 以原住民為限 就是限制我們原住民 而不是漢人的朋友呢 用這個人頭來去做這樣的一個買賣呢 所以呢 在綜合上呢 這個原住民 這個保留地所有權的轉移的對象呢 只限定給我們原住民 漢人的朋友是不可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這個所有權 所謂我 我為什麼會講這個問題 你在我們原住民發生發生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議題跟問題 所以你這個辦法 在這個法規辦法裡面呢 很多都是不適用的 怎麼說呢 就是政府的好辦法呢 反而真正的呢 抑制了我們原住民的發展 讓我們到原住民到現在呢 我們的東西當時在法派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呢 讓我們的這個土地沒有辦法爭執 還有呢第二個就是不法分子呢 反而得到了這個利益呢 就是說法派的時候呢 這個漢人用人頭來去做買賣 就所謂的法派的取得 就是不法分子又利用這個機會 還有第三個就是 不能自由買賣取得好價位 那是因為我們原住民的土地沒有辦法爭執 不像我們原住民的一分地呢 一甲地呢 不到一百萬 那在平地的一甲地是千萬算億的 那當然我們的房子永遠是 因為是被這個政府的辦法呢 被抑制了 所以我們原住民永遠沒有辦法發展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反而到時我們原住民呢 生活呢越來越貧窮 那善良的呢 是投機分子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常常被我們的善良呢 被這些投機分子去剝奪我們的權益 讓我們原住民的生活呢 越來越貧窮 這個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原住民的這個沒有錢買土地 親戚的朋友的土地上遭到法派的時候呢 我們不好意思買啊 因為都是自己人啊 我們只有用同情的安慰去安慰他呢 基於在這樣的一個情節上呢 所以我們的漢人呢 朋友呢 就會用人頭低價去買賣 去購買我們的土地或是我們的房子呢 而且還被設定了很多的這個抵押權 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說 當我們的房子 本來是我們蓋的這棟房子是三百萬 三百萬了之後呢 然後土地發拍了之後呢 這個房子也被發拍 我們的土地也被設定 被設定了之後呢 價值才不到兩百萬 我還要再賠我的現金一百萬 去賠這個房子 我已經付了 我的地也賣了 我還要再付現金 這就是我們原住民呢 為什麼呢 生活呢 永遠就是 土地沒有辦法爭執 永遠是被 抑制原住民的這個發展 讓我們永遠沒有辦法 有這個生存的空間 讓我們生活呢 永遠是在貧困中呢 所以要有 我們希望能夠有條件的去做改變 就是說 本席呢 認為呢 既然設立的辦法 就要真正的落實來去執行 讓這些不法人士的呢 該辦的就辦 不能呢 姑息養肩呢 然後呢 會變成的呢 未然成風 變成非常原住 造成了我們原住民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問題 不然呢 就您另一個辦法嘛 將部分的去有條件的去開放 和我們原住民基本法委員者來去做這個定定呢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問題之後呢 就是特定的來去做一個 劃定一個特定的區域 做這樣的一個像平地一樣 一甲地是多少錢 特定一個地方 讓我們的土地能夠增值啊 所以呢 不要讓我們越來越窮 不要讓我們的房子一個一個被法拍啊 所以希望我針對這個問題呢 我們市長 到底有什麼樣的看法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唐議員 那我會覺得說 今天剛剛唐議員提的這些問題 我都感同身受 那我也了解到很多漢人的朋友 對原住民保留開發地 用盡各種方法 取得地上權等等 那真正的也 我們的原住民並沒有從中得利 我們認為原住民非常善良 所以有些時候 對於這種土地的投機 各種方法 我想我們的原住民的善良 他是不會理解 所以我們了解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那當然如果說要有改變 有條件的改變 當然不能違反原住民基本法的精神 都這樣 那如果說我們將來 如果法規各方面 在討論之中 那我們要有相關的基本配套 怎麼樣子去杜絕人頭 保障原住民真正的權利 這個土地是一個原住民的根 這個部分怎麼樣子來 我想如果將來 在一個法律的修正上等等 那我想高雄市政府 會表達我們這個部分的立場 那我相信蔡英文總統 基於對原住民誠懇的道歉 代表國家對原住民的道歉 還有對原住民的認同 那我相信未來 對於整個原住民權利的保障 我想我們一定會非常的重視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有被欺騙 如果因為對於整個法規法條 各種不夠清楚 我想我們都非常豔利 原民會或者我們相關的法規 我們的法制局 都非常豔利來幫助我們的原住民 來維護他的權利 謝謝 謝謝市長的關心 希望像這樣的一個議題 能夠也到中央把這個管理的辦法 保留地的辦法 能夠稍微做怎麼樣的去修正 來保障我們原住民 讓我們的未來 能夠真正達到公平正義的一個立場 謝謝市長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第二個議題就是 我們茂林區的情人股 聯絡道路呢 目前是登記有十九戶 每天都要經過這條路 從這個美濟颱風至今 已經有超過兩個月又兩天了 那這棟期間裡面 有很多的騎士呢 騎摩托車子的年輕人呢 都掉落了 還好沒事呢 沒有造成國賠 很多人反應也沒有人處理 公所說沒錢 我們的英明會呢也不知道 其實像這樣的情形 只要發兩萬到三萬產品 或發六萬塊去填補 就可以了 等到災害補助經費來的時候 你再去做這樣的一個修補 你當時資金 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去處理 連一個安全磚 一條線也都沒有 這條道路呢 等一下 我們古眾主委你好好的回答 這條道路呢 我們的聯絡道路 到底誰要負責 你看我們情人谷的聯絡道路呢 這是 我們的情人谷的橋就在這邊 它這邊是東橋 接下來這個就是 我們情人谷的聯絡道路 這是西橋的部分 它沖毀的部分 道路沖毀的部分 就在這個地方 它只有約90公尺而已 它是 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道路 那它受損的道路部分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颱風的時候 這次的煤跡呢 有兩次的很嚴重的颱風 今年就有兩次 整個道路呢 幾乎是受損 連這邊的一個祝福呢 它都買了兩次的家具 都印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這個受損的道路 非常的嚴重 它大約 大概有40公尺而已 你看看這個地方 大概只有約40公尺 它這邊呢 大家很清楚喔 看到了喔 那它這個深度呢 它的那個掏空的深度 這條道路掏空的深度呢 110公分 到我的胸部這邊來 非常的高 有年輕人掉落下去啊 還好它是年輕人啊 沒有駕照 不敢講話 馬上把摩托車跟幾個朋友 弄上去就走了 如果要是老人家掉下去了 或是因為整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連那個 路燈都沒有 你看這個整個電線桿呢 整個電線桿都在這裡 沒有路燈 然後路面呢 都受損的非常的嚴重 然後呢 它的那個掏空的深度呢 都這麼高 已經兩個月又兩天了 到現在也沒有填補 也沒有做任何的這個安全設施 那下次如果真的是 如果是老人家掉下去了 又要再申請國賠嗎 兩個多月的時間 如果是真正你們有用心 雲明輝真正的知道說 是這個問題在哪裡 你不要一個禮拜就全部產品 先填補再說嘛 這個不是很難的事 而你們拖了那麼久拖到現在呢 都已經 呃 好幾個人掉下去了 還好沒事 所以呢 我在想齁 你看這個 這個他已經研究到 他只有一個車子可以過 這個車子你大概只有 一百 一百二十公分到一百三十公分 因為兩邊都掏空了嘛 全部都掏空 掏空了嘛 都看到這個電線桿也沒有燈 然後呢 下雨的時候這個全部都是雨水 根本就考不清楚哪一個是路面齁 所以才會造成這麼嚴重 常常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呃 這個河川群它目前都是在施工中 在施工中的當時裡面呢 這個河 這個河水呢 颱風的時候呢 都越過這個地方 我希望這個河川群當時在做的時候呢 目前正在做的時候呢 把這邊的沙子堆到這裡的時候 要比這個呢 要比這個要高一點 然後呢把這邊的這個沙子再填補到 那個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 這個 呃 路面壞掉 壞掉的地方呢 趕快給它填補 齁 這個就是河川群正在使用當中裡面 我希望大家呢 呃 能夠呢 呃 大家一起監督嘛 把這個部分呢 把這個部分添高一點 然後把這個沙子再填到剛才 呃 大家所看到的那個 掏空的路面齁 你看我們情人谷吊橋 這個情人谷的吊橋 發了這麼多的錢 這個情人谷吊橋因為下雨呢 河水呢 全部把這個橋都掏空了 到現在也沒處理 到現在變成這個 一座橋要幾百萬 不是很多錢呢 你看 他這個掏空處 然後呢就是從這個地方 河水就是從這個地方進來 全部把這邊的那個 呃 全部把這邊呢 全部都掏空 掏空的地方都在這個地方 非常的危險 而且那一座橋呢 幾百萬呢 如果再不處理 馬上 就會壞掉齁 其實發個五六十萬 去補下去呢 呃 用那個乾淨水你先補 然後用那個沙子再補下去的話呢 趕快先做補救 不要讓這個情人谷的這個吊橋呢 呃 就這樣子 因為我們沒處理 沒有做做產修 而整個橋路面都壞掉了齁 所以我是希望這個 呃 我們的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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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議長 謝謝唐議員 我想按照地製法第八十三條之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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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像剛剛看到情人到這個部分呢 呃 呃 那第二個部分我跟議員報告 呃 至於茂林連外的道路主要是一三二線 那這個部分是 呃 茂林部落底下的一個道路嗎 那我們會跟公所呢 來一起合作 我們剛剛在跟公所聯繫 因為這部分公所要主管 他們其實都在施工中 所以相關的圍裡都有做整個交圍的一個保護 那他們預計是明天就可以做一個初步的一個完整 這樣 謝謝主委 像這樣的情形 不要等到兩個多月的才去處理 已經發生這麼多的問題了 因為像這樣的情形 一個禮拜就馬上處理 下次颱風的來說再處理 這個是緊急狀況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這樣儘快的去處理 而不是一拖再拖等到發生了事情 所以要扛這個責任 希望我們園民會能夠做改進 那接下來我所要問的問題就是 這個我們的茂林的溫泉 釋放其實有三年的計劃 這個第二年的呢 今年是已經是第二年 可是看不到進展 大家都在問 我也問過好幾次 難道現在還要每次問嗎 這兩年到底做了什麼 今年的經費有沒有 你們到底園民會這邊有沒有發生了 這樣的一個權責 是不是可以保留 不要到最後沒有發生權責 然後這個錢沒有辦法保留的話 中央就會被收回去了 不要變成八千萬的經費 大家的期待好不容易有一個示範區 變成因為你們的執行怠慢 已經兩年了 我們園民會 沒有時間去執行的話 就交給公所嘛 我就在想 我們很多的這些公務呢 我們很多我們原鄉的這些工程 都是交給這個公務局 我希望呢 交給我們園民會 因為公務局 你並不見得了解 我們地方上的需求 我們地方上的這些建設 還有這些道路 我希望我們的城區市長 還有我們公務局的局長 把很多的這些 我們原鄉的這些道路啦 這些工程呢 就交給園民會 或是我們公所來自行 因為他們比較了解 我們當地的需求 交給公務局 你偷偷拉拉 因為他要管我們整個高雄市 沒有時間去理會我們原鄉 這就是我們原鄉最大的悲哀嘛 那我們園民會 要那麼地去工作 這些祭祀人員 那麼多的壯業人員要做什麼 就交給他們去做嘛 要不然的話 你們公務局全部承攬 那到底園民會要做什麼 交給他們去做 他們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進度呢 才不會拖拖拉拉 拖到現在 我們看不到未來在哪裡 還有你看 我說嘛 第二年的這個溫泉呢 我所看到的呢 就看到這個 你們第二年才做這個而已 好不容易因為現在是 蝴蝶劑呢 這個是冒館出產品的 本來是茶草蟲 是那個草 你都看不到這個屋頂了 還好是冒館出割草了之後 你才才看得到這個 你們第二年才做這個 我們原先是想說是這個年底就要泡腳了 到現在執行你怎麼差 到現在都還沒有做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大 我們園民會呢 還有公所 還有 呃 我們的這些承辦人員呢 趕快去執行 讓這個工作你不要太多的怠慢 然後草草了事呢 到現在 明年就第三年都還沒有實施 呃 希望我們的國中主委呢 在你們原 在你原民會的監督之下呢 帶領之下呢 把我們的溫泉 趕快帶起來 這將來以後是你的那個 呃 有什麼問題我們在私底下再談 還有 我們的 這個 這個議題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 我們市長也能夠真正的 了解我們 呃 扣除掉我們原住民兩萬多個都在讀回去 呃 大家呢 都是參加這個訓練啦 研習啦 在教會啦 同鄉會啦 各項的活動呢 也有 呃 五分之三的人呢 還有七八千的人 不知道在哪裡 這都是我們的邊緣人 我們找不到人在哪裡 甚至於他們上市了 太多被照顧的這個機會 所以他們無法取得 很多我們這邊 原民會還有我們很多的資訊 呃 他們知道時候呢 時間都已經 超過了 長長三時間的一個機會 所以呢 我說呢 這些人 到底到哪裡找 所以我在想 特殊的區域呢 應該採 採一個特殊的特別的方法 就是說 針對上面的問題呢 本席認為呢 以後你選舉呢 呃 為了提高這個投票率呢 或是提升這個服務的品質 落實我們這個公平正義委員則呢 每一位原住民的 試驗或立法委員的候選人呢 發放給渡輝區呢 把那個渡輝區的名稱呢 發放給這些候選人 讓這些候選人呢 很公平的競爭呢 不要因為有的人走漏洞 有的人因為關係好 可以拿到名冊 讓選民呢 呃 呃 讓選民呢 就是說 知道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這些候選人知道 我們的選民到底在哪裡 而不要讓這些 呃 有關係的人拿到這些名冊了之後呢 這對我們來講是不公平的 吼 那我是希望當然 按照這個 我們不一定要這個選舉名冊 因為有選舉名有身份證 有身份證字號 有那個出生年月日 我們要的這個名冊 只是名字住址 名字還有他的弟子而已 我們只要知道他的人在哪裡 或是 呃 我們不一定要選舉人的名字 我們要的是 只要是原住民 還沒有達到這個選舉的這個 呃 年齡的 我們也要他的名字 我們要服務 搞不好他更需要我們服務 所以我是希望這個 名字 在渡輝區裡面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 吼 我先說我們的市長 是不是可以呢 呃 優先來去做這樣的一個事 是因為 我們選舉的人 吼 我們並不是說一定要選舉 才能夠 呃 選舉才能夠找到他的 他的人 我們要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服務他們 因為有時候這個整個 整棟大樓裡面 呃 上次 上次間的整個大樓 一個大樓是 13樓到14樓 只有找到一個 或兩個原住民 還甚至找不到他是住哪一棟樓 所以呢 如果我們有這個 他的這個 呃 名字跟地址有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把一些資料啦 文訊啦 該怎麼樣去照顧我們的鄉親呢 我相信這樣子對我們來講是 呃 我們住在渡輝區的 呃 這些鄉親呢 可以 呃 感受到他們有依靠 感受到他們 也有被服務到 所以我希望我們高雄市的市長 是不是可以呢 用心來去做這樣的一個實施呢 我們不是為了巡集 我們是為了 希望能夠服務我們的鄉親 請市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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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唐議員 因為我們國家選罷法的規定 還有各支法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 所以我們大概都不能夠隨意公佈 但是我想怎麼樣子要最近農會的選舉 也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有人可以有名冊 那有人新的挑戰者就不會有 等等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請民政局 是不是跟我們的選委會溝通 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之內 你們名單選民的名冊也有公佈 但是這個名冊的公佈 能不能要有地址電話 個資法等等 我想這個部分法制局 我們來了解 我們都希望所有的選舉 是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上 大家各自努力 為自己的選民服務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所以個資法 選罷法等等 包括園民會 我們的民政局 法制局 我們在這個部分 能夠跟選委會有更好的討論 看這個部分 剛剛唐遠提到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更大的空間 我們來討論一下 謝謝 謝謝市長的關心 剛剛我說的 我們不要他 為了要保護他的那個個資法 跟那個選罷法 我們為了要保護他 我們不要那個 他的身份證 知道我們叫他的名字跟住資 知道他的人在哪裡 我們要的是這樣而已 謝謝市長的關心 希望能夠真正落實在我們 渡會區裡面 讓我們的渡會區有個依靠 接下來就是我們原住民 傳統人力的結構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們原住民的傳統人力結構組織裡面 婦女是掌管家務生計 男人是首富江山的 在家裡種田家是婦女的事情 那山山手練 工作人員都是男人在做的事 是女主內男主外 這個觀念是在部落裡面是深更蒂固的 那我們為了伸張 婦女權的原住民的婦女 保障的一個權益 基本上的觀念就是 婦女在各種選舉 及部落 及幹部的任用幾乎都是弱勢的 在族人認為婦女不該在那個跑頭落面 應該在家裡顧家顧小孩 原住民的婦女 再優秀發揮的空間都是有限的 甚至於所以我本席認為 提供一些潛艦的一個資料 讓我們的相關單位 跟我們的政府 能夠提供一個參考 就是說我們的婦女 希望能夠保障這樣一個名額 就是說 我們地方的這個制度法 第33條 地方議員代表之任期幾名額 各項選舉去選出的直轄式的這個議員 還有縣市議員 鄉政式的這個鄉民代表的名額 把私人者應有婦女選民 名額一個人 就是超過四個人 增加一個人就是保障一個人 就是四個 這個四行呢 婦女才能夠保障一席 因為是這樣子呢 所以選區呢 我們分配的分配以淡選的人數呢 我們全國原住民呢 代表會呢 原住民裡面呢 為例呢 原鄉有24個 我們原住民裡面呢 有24個鄉 鄉年六個區 超過一萬人以上的呢 有五個鄉 其他的都不到一萬人 所以一萬人以上的呢 分為四個選區 就是我們選代表的時候 他們都有四個選區 單選人數是 四個選區裡面 三席 有三席 三席 三席 最後的是第二席 兩席 那一萬人以上的呢 大部分我們原住民都是七席以下 都分為三個選區呢 單選人是四個 第一選區是四席 第二選區是三席 也就是說呢 可以 所有的原住民地區裡面呢 大部分呢 有 有 只有這個第一選區呢 第二選區呢 四席才有保障啊 而我們原住民的立委也是一樣啊 山原有三席 平原也是一樣有三席 我是希望就是說 基於分配的這個數據來看啊 每一個選區分配人數呢 應該是三任委員則 所以本席認為啊 為了落實 現在的政府推動的這個公平正義 委員則呢 最好呢 每一個選區呢 都應該保障一位婦女名額 所謂的婦女保障名額就是說 三席就要保障一席 這樣子呢 才能夠達到真正公平的一個權益呢 讓我們母婦女呢 有這個機會呢 能夠真正的也為地方上 你去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們原住民都是陰盛陽衰啊 我們大部分很多地方都是寡婦區啊 幾乎找不到男人啊 真的很可憐啊 所以呢 我們要找到一個很健康很正常的男人 還不容易啊 所以呢 我是希望啊 我們在原鄉原鄉裡面哦 能夠改變為這樣的一個保障 我們個婦女的話呢 我相信呢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對我們婦女來講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公平正義啦 所以啊 我是希望在原住民各選區呢 直下市的議員啊 縣議員鄉民代表 達了三席印有婦女保障一人 超過三席子 三席子呢 每增加三人為 再增加一個人 這是我覺得這個地制法 應該修訂 修訂 來保障我們婦女的一個 呃 機會啦 就是說一萬人以上呢 四個選區 剛剛我說的嘛 333席嘛 一萬人43席嘛 所以我們合計原住民的代表呢 共有70個選區 這70個選區呢 如果三席保障 保障這個一名婦女的話呢 呃 可以增加到有65個 呃選區呢 來可以保障我們的婦女 而只有呢 五個選區呢 民和英文不足而無法保障 所以我說呢 如果說是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數字的話呢 呃 本來是呃 共有70個選區呢 如果是三席的話 那我們還可以增加我們婦女的保障呢 可以選出有65個選區區 來保障我們的那個婦女名額 所以呢 我是想說 當然啦 這個 這個講這個議題呢 就是希望就是說 呃我們的市長呢 能夠把這個聲音呢 從我們的基層 帶到中央呢 因為市長 在我們的 呃 在我們的整個執政下呢 你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呢 你的扮演的角色呢 是一個舉足輕重的 呃 這個角色呢 我是希望市長 能夠把這個聲音呢 帶到中央來 讓我們呢 這個 在這個 公平正義上呢 讓我們婦女呢 能夠 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權益呢 來保障 我們婦女的一個 呃 呃保障名額呢 不要去限制 呃四席了以後才有一席 就三席 就可以了嘛 三席保障一一名 呃 這這樣子是非常非常的公平啦 所以我是說在我們原住民裡面呢 就還可以增加到 呃保障 還可以增加到 六十五個名額呢 來去保障我們婦女 可以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呢 也可以提升我們部落 也可以提升讓我們婦女整個在 呃公平正義的立場呢 能夠真正發揮到我們在部落上的一個 呃 呃 發揮服務的空間呢 我希望這個聲音呢 能夠我們的 市長 呃 從基層帶到中央 讓我們這個聲音呢 能夠 都聽得到 呃 我是希望在短短的時間 呃 再讓市長 能夠回答 是不是 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去保障我們婦女 讓我們有一個公平正義的一個平台 請市長回答 好 呃 謝謝議長 謝謝唐妍 那 我們個人是非常關心婦女的權利 在女權 在過去被壓抑的時代 當然有很多 用保障名額 來保障婦女的參政權 但是我看到現在台灣很多優秀的女性 都脫穎而出 都不太需要保障 但是 唐妍說過 啊 我們原住民過去很多都是母系的社會 那畢竟有很多原住民權利的保障 未來 建設到修法 但是我們會讓這個聲音 能夠將來在內政部 等等 將來這樣的聲音 真正達到實質的公平 票票等職 等等 這些都有需要很多很多的討論 但是這樣的意見 我們會重視 謝謝 好 謝謝唐議員 今天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散會 請問 就像我一樣